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以吃了360亿个汉堡包 这个数字你应该就能够体验一下 你轮回180次 我们都吃不完这汉堡包 咱们来看到在日本现在安倍疯狂之下 是不是日本人也真的开始疯狂了去 是 其实我今年去 我才刚从日本回来 刚刚最近其实日本的樱花季 因为今年的日本的樱花季很特别 所以它受到天气异常的状况 所以它们樱花花开的时间 创下它们百年以来最早的时间 所以花开花泄的那个嗓音的期间其实相对的较懂 但是你有嗓音的观众 你一定有一个经验 就是当花开花泄完之后 那樱花树上会冒出一些绿芽 这个绿芽就代表了接下来春天要到了 可能夏天要到 那我这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真的感觉到日本的经济 真的就像那个樱花树上那个冒出的绿芽 它即将它即将要开放 就是即将要那种感觉要春生的起来 它不是只是樱花 春生来了吗 对 过去其实很多人觉得日本的经济喊了好几次要大付出 他们日本的央行 日本的首相曾经有史书过各种的方式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像樱花花开又花泄 从来那个绿芽从来没有冒出过 但是这一次真的绿芽已经冒出 绿芽出来了没有 而且已经出来了 而且它只是刚出来而已 未来不管是股市房市汇市 整体整个日本的经济会往向涨 刚才韋庭有讲到说 日本的央行它每个月要投入七兆的日币 去买所谓的日本的公债 对 印钞票 印钞票 这是用来炒汇的一种手段 另外大家还不知道的是 日本的央行也预计每一年要花一兆的日币 去买日本的股市的基金 日本股市的指数型基金 就变成日本央行也跳下来 来所谓的炒股了 除了之外 它还想要炒房地产 它每年也预计要投入三百亿日元 去买所谓的日币 不过就是一般老百姓来讲 你上礼拜才去日本刚回来嘛 所以感受非常深刻 就你自己来讲 你有没有去多花钱 台币好用吗 有差耶 我记得我大概也是每一年会去日本嘛 我记得我前年去日本的时候 我换了台币 换了日币 觉得发现最后不够用 对 可是今年去的日本啊 我发现我换了 还有剩 还有剩 发现怎么花不完 所以可以这么说 你今年赚的比较多啦 没有没有 它东西真的变便 尤其是那种彩妆品 因为其实很多的人到日本 喜欢买一些彩妆品 真的 你换算成台币之后 我发现跟我前年的记忆有落差 之前台币的一千块变得更好用 因为你可以买更多的日本的商品 今年有白色了吧 今年其实我们有买 像我们去都会买一些彩妆品嘛 然后一些像我肠胃不好 我会去买那种有喇叭标志的 然后还会买一些衣服 当然还有一些伴手礼这样子 最近Eric有去日本一趟吗 就是应该是说 在以前在做空服员嘛 所以以前常常去日本 当然包含就是说 这几年我也是有去日本啦 基本上来说我有个感觉 就是说像刚刚欣龙讲的 钱带去好像花不完 花不完 花不完的主要是 我去年才去日本出差 就发现说真的好贵哦 因为那天日本还没有崩下来 你知道吗 去年年底 其实大家我不知道记不记得 在过去两三年内 日币的汇率是非常高 所以其实针对像这样子的 像我们这种观光的旅游市场来讲的话 去年前年这两三年来 很多人想去日本 但舍不得 因为太贵了 买东西也花好多好多钱 才能换得你要的东西 可是像去年年底 那时候我去日本的时候 我记得哦 如果你带三千九百块钱的台币 差不多这个价格的话 可以换到一万円 就是一万日元 可是如果你今年现在要去的话 大约是三千一百块台币左右 可以换到一万円 这样相对来说 买个东西好像省了 把它买好好贵 对不对 可以买好多S卡 S卡 对 对 好 不过来看到 其实大家对这个通膨跟通缩 其实还是有一些疑虑存在 对不对 我们今天财经大智慧了 这个单元部分就是希望能够用 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教大家说 其实这个财经真的没有这么难 经济上面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到底这个通缩好还是通膨好 怎么来看到 其实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大部分印象中其实就是通膨 因为这几年 其实大家觉得东西好像越来越贵了 十年前的牛肉面 一碗可能七十块 现在已经涨到一百块 这个就是通缩的压力 通膨的压力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现在的牛肉面也许是一百块 也许十年后变成七十块 为什么那叫通缩 会有人有通缩吗 当然有可能 那产品为什么会往下降 基本上 基本上产品会往下降 是为了想要刺激 店家为了想要刺激消费 所以自然把价格往下降 对 那过去以来 但是大家很难想像 台湾会有这样的通缩 但是我们零件的国家 日本却出现了通缩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日本是非常标准 通缩的国家 它现在目前整个去年的 日本的通缩膨胀 大概只有0.7 按照整个经济学的规律 大概只要在介于0. 大概就会形成所谓 就是你小于0 CPI就是大家常常看到说 在这个数值 CPI它就是消费者物诈指数 就通缩率的一个指标 所以大概在小于0的时候 它会就形成通缩 过去的日本的通缩的情况 有些时候它叫负的 因为你还要考虑到 实际的一个汇率的状况 那CPI如果大概介于 0到3的过程 其实它就属于温和的通缩 像台湾去年是1.31 所以就属于温和的通缩 但是超过3%以上 其实就要注意 就应该注意 像俄罗斯已经到7% 像这一次联准会 他们想要说要退出 所谓的整个 所谓的宽充货币政策 他们也是以通货膨胀 也启动一个考量 日本这一次宽充货币政策 他们紧盯的也是通货膨胀 想办法把通货膨胀拉到 剩2%的时候 他们的宽充货币 才会退场 0.7 现在是0.7 日本CPI0.7 要拉到2% 还是有一大难度 很大难度 它使出非常多的吃奶的力气 通缩的国家 现在有哪一个国家 比较代表性 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其实它已经到7%了 像中国其实它一直以来 都在5% 6% 其实通货膨胀 也是满严重的 好 这个通缩性 要不要帮大家讲一下 有哪一些大家 比较容易碰到的状况发生 会获利减少 那7月获利减少 就会可能会变成 会影响到裁员 像因为它造成的价格 全面的下跌 然后造成商品的滞销 最后企业被迫裁员 那经济只会恶化 那我们来讲 通缩它会陷入 所谓的恶性的循环 这恶性循环是整个经济体 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但越来越小的时候 民众就越不敢消费 越不敢消费 经济就越难复苏 所以日本在过去20年 就是面临很极大的 通缩的问题 那为什么这一次 日本央行会使出 这么大的吃奶力气 要扭转 就是日本人 不敢消费的一个状况 韦婷你知道 日本啊 日本人光是藏在 衣柜里面的钱 你知道一年有多少钱吗 我希望都是我的钱 好几兆的日币 都是放在衣柜里面 他们日本的祖父 他们有习惯藏私房钱 就是放在衣柜里面 不喜欢花的 日本人这几年养成了 就是不花钱的习惯 那为了要让日本人 勇敢的消费 所以日本的央行 要使出各种的方式 就要达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之后 就会造成物价全面上涨 通货膨胀 台湾人应该都还满熟悉的 但是一个问题是 通缩好治还是通膨好治 通膨比较好治 因为通缩基本上 它是一种预期的心理 它是属于心理的因素 它心理的因素 你要克服 人性其实很难去 克服人性很难 对 你要怎么去让人家的那种方便 说服大家说愿意去花钱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大关键